大家好 又是我Clip吹跟大家讲《非常策略》 今天是2023年9月20日 早两个星期前推介的华为软件供应商中抗软件354 开始汇调 取回5.5 但由于市场资金流依然较弱 而且相信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股打压将会陆续有理 因此大家再等一等 如果去回5元附近就再考虑 大市方面依然是18000首位战 但预计这次应该都有机会跌出18000 正如上星期所说 美元的万剑归宗威力将会持续 见到人民币的汇价 上星期虽然口头上说完之后 下回7.3流下 但今个星期开始又逐步回软 美元对人民币又上回7.3流上 因此预计指数上的下限压力将会比较大 上星期推介了 005 汇丰控股 汇丰控股下不到之前建议的买入价$58 但已经反弹到之前所说回补列口的位置61 因此暂时就不特别考虑 新的支持位就会下回59.2 即是如果下回这些位附近$60以下再作部署 市场现在是关注利息的走向 由两年前都已经说了 其实廉价劳动力以及廉价能源 已经一去不复返 不要妄想通胀可以落下2% 不再加息都已经是偷笑了 维持高息只是一个常态 所以赚取息差的国际银行股走势应该只会是继续强势 昨日在美股那边传出了蔚来想发行10亿美元的可换股债券 补充资金需要 股价就应声回落 跌了不少 由我看新能源车开始一直都说 现阶段的话还未有盈利的新能源车股 基本上我都不会考虑 所以为什么一直都说 汽车的新势力里我都暂时只是看好理想汽车 由于它已经盈利转正 相对于另外两间的优势 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个级数 无论是炒自动驾驶也好 还是出海也好 盈利不能转正 也就是说负数 一间输一元的公司和一间赚一元的公司差距是两元 而且输一元还要是比息 即是它的差距不止是两元 最近只理想汽车也受到不少负面新闻困扰 欧洲对新能源车发起反倾销补贴的调查 黄轻减持这些负面因素也有影响 不过其实理想汽车到现时还没有具体计划要出海 所以欧洲那边的因素其实影响不到它 而未来的发债计划 其实某程度上对于理想是一个利好 即是说它的对手已经开始不够前销 而理想现在是三间汽车新势力里面 应该是最有希望的那一间 今期推介的是26800新能源 大家都知道现时的油价是不断上升的 早前曾经说过替代能源之中的其中一样是煤炭 之前几个星期前推介过的1171电矿能源其实升了很多下 同样是能源替代之一的天然气 其实也不能够忽视 昨天看到一只135昆仑能源上来 就看下其他几只天然气股 今天就收拾了一只26800新势能源 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 出了业绩之后走势落到60元以下 但这几天开始慢慢反弹 目标就看回8月中那天的裂口位置去76元左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徐定安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无持有提及之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